全新真人秀節目《如果這樣生活》 將會在6月3日星期一晚播出 這次找來陳偉、袁文傑、李佳心、洪永成 朱遷雪、楊明、余德成等等 走訪日本、台灣、西藏、成都等地方 體驗當地的生活 一班主持在記招上都有分享拍攝趣事 而這次節目中更為了回復單身一段時間的偉哥 度身訂造了一個尋找Mr.Right的環節 他專門幫我安排了這個雙體活動 他之前會很緊張 因為不知道雙體是怎樣的 會否很尷尬 參加了兩場的雙體活動 一場開始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在面試見公 介紹了自己的東西、想要的東西 多聊兩句,其實已經要換台 所以好像沒甚麼時間深入去認識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有沒有搶手反應到即場 我們看看陳迷是否最爆燈 對 搶手圖 因為我沒有參與過程 所以…但其實是有留了一些電話 有… 有甚麼下文 其實他們有暈眩 但我沒有覆覆別人 覆覆別人的 對,沒辦法 其實還未找到自己適合心水 都要…眼圓是需要的 除了偉哥可以去識意性朋友之外 連袁文傑都有得一償 嘗試日本很流行的出租大塑服務 這個… 開心了一會兒 但你覺得有點受不住 原來現在年輕一代的節奏 他們玩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他們好像精力無限 但對於我來說玩一會兒 我覺得很… 很沒趣 很沒趣 其實回到一會兒 我會想 其實好像我在他身上 學習到一些東西 認識自己真的有很多東西 不是你那個年代 已經是 其餘的環節 都令到自己有很深刻的體會 特別是那個大叔 他去幫人去 找一些單親家庭的小朋友 我覺得這些是一種很… 很…很正能量的奉獻 是 就是當你有的時候 你幫助人 可能不是甚麼奇怪的事 其實那個大叔 都不是一些甚麼富友人 就是當你不是很有 或者沒有的時候 你仍然肯去幫助人 這些才是最大的正面能量